香港《明报》之前因为空降马来西亚人取代了现任总编辑刘靖途 让《明报》员工及外界质疑 星期天 城市论坛上有多位讲者表示 中共接管香港之后 新闻言论自由不断紧缩 认为《明报》事件与中共管制香港的收法有关 熟悉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 中共江泽民在1991年已强调要在政治 经济 外交 基层基文化上影响香港 其中文化就是从教育到传媒 季协代表雷子乐认为这次撤换总编辑并不寻常 指出 九七后香港新闻言论自由不断收缩 《明报》救生会代表譚慧云透露 既《明报》编辑部员工以及一批《明报》前员工 和专栏作家联署关注撤换总编辑仪事后 一批学者也计划在周一刊登联署表达关注 季协呼吁读者透过一人一信向《明报》 管理层表达对撤换总编辑的关注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